他真的是我心中的遺珠喔 雖然他今天沒有入圍 曾寶怡金中獎串場 突然點名感謝演員夏靜廷 讓他也嚇了一跳 你是茶巾裡面祭賞抽大菸的爸爸 對不對 你是逆局裡面 執法犯法的刑警 對不對 然後你是斯卡羅裡面 客家族群的老大 對不對 同時我們都不會忘記 你是俗女養成紀2裡面 大家都很愛的阿公 曾寶怡眼眶泛淚 驚喜致敬 話剛說完 夏靜廷第一時間起身敬禮 現場激動鼓掌 堪稱今年金中最感人橋段 曾寶怡擔任今年戲劇類金中獎 頒獎典禮主持人 獨挑大樑 穩健颱風 深獲網友大讚 他把今年入圍金中獎的三十二部戲劇的劇照 都印在了我身上 特別是曾寶怡身穿一席特製戰服 也為主持過程填增亮點 我挺肚的時候 你會看到孟婆客棧 在我偏心的時候 是俗女養成紀2 而在背後支持著我的 使斯卡羅與良辰及時 第五七屆金中獎畫下完美句點 曾寶怡主持落落大方 尤其一席畫是好演員就沒有小角色 致敬演戲長達三十七年的資深前輩 夏淨廷 也要網友大讚 今年金中只感堪比金馬 三天新聞中的報導